剛才對史上第一次的四連勝 來談談這場比賽在最後第四節驚高太浪中獲勝的開場 主要是這個週末 不只是今天的比賽 包括昨天 我們球隊在這兩場裡面 連續拿下了兩場勝利 又是碰到這麼好的對手 那我覺得我應該說這兩場球 完全是靠我們的球員的堅持跟這個付出 才能拿下這兩場比賽 所以我想對於球員們來說呢 就跟他們說真辛苦了 然後真的以他們非常的驕傲 以上 想問永哥今天就是大概做出什麼樣的感覺 因為上場跟上場在交手永世的時候 跟今天前三集還不是完全不同的狀況 所以想請永哥就是坦白今天 沒有什麼 人的調度啦 我們今天在配置上就是用兩個所謂大的 的時間是比較少的 所以這個在防守上當然會很吃力 可是如果這個 這一種配置在進攻上 如果能夠有發揮的話 那我覺得就是要看雙方誰先辯證 誰要跟著誰的陣容 或者配置去應對 不過今天還好 我們在開始的時候呢 大家的三分線都很準 所以迫使我們對於這一套陣容的使用 大家的信心越來越強 就是這樣的配置 大家信心越來越強 那也開始讓父母 沒有辦法去擺到三隻大長 一直在球場上 我想就是今天我們的運氣比較好吧 還是這是我們的實力 我們全隊都是射手 他太堅謀了 他們三二聯防 他們Boxing One 他們丁人 他們包夾 沒一樣的防守策略 他已經把我們準備好了 所以我幫你回那個問題 太堅決了 你得了十三分裡頭有四個三分球 所以說跟前場比賽比較 你這場比賽自己做了什麼調整 其實沒有特別調整什麼吧 但就是像很多隊友 不管是教練團 還是鄭榮哥 他們其實賽前都給我很多鼓勵 跟給我一些意見幫助 那就像鄭榮哥講 我們做工作就是接到球 有空檔 就盡量去把它投進 想法比較簡單 就不會去想太容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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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